家里小孩不喜欢吃蔬菜 今天用蔬菜做个好吃的蒸饺 用高烧开的开水给它烫软 放凉了之后再分水分 它将它切碎 放盘子里 把上两个生鸡蛋 凉锅凉油倒上鸡蛋液 好好的鸡蛋液先放凉 去了皮的胡萝卜先擦拆细吃 加进去 鸡蛋加进去 无盐下皮 不要加半勺盐 一勺蚝油 胡椒粉 芝麻油 还是不喜欢吃蔬菜 可以试一下这样的调性 为了节省时间 买了两块钱的饺子皮 感觉很椭圆形 放点蔬菜 滴滴滴水 放蒸锅 蒸15分钟 做些面裹的 来切一点面粉 加点13酱 加上温水 这是 小蛋汁上镜 表面喷上鸡蛋油 搅上鸡蛋油 放一点净脂酸鸡蛋油 锅里加一勺面粉 炒至微微发黄 一定要加凉水 先把它煮开 加点喜欢的配菜 鸡蛋油也行行行 煮开后把白菜 鸡蛋油倒进去 鸡蛋肉和鸡皮 一勺盐 白胡椒粉 芝麻油 香香香 香菜 非常好喝的白菜汤 就做好了 天气越来越冷暖 喝上这么一碗暖呼呼的 家里有面便就可以做 非常好喝 一碗暖湿 配菜 一碗暖的 一碗暖的 平日不过限度 但是你闹见椅子 太香了 用几张红顿皮做个薄脆 一碗伸起下锅炸 十分钟 一碗伸起下锅炸 可以吧 调个烧酱 把鸡蛋油切成 和鸡蛋油炸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这个酱汁就好了 洗好的面加上凉水 搅拌鱼颗粒和松苗一样 布铺上酸辣油 一层面糊 转动锅太圆 炸蛋液 炸香片 烧上香料 香菜不香可不香 三个 烤菜 香醋鸡排 炸起来 家庭版煎饼裹得好了 一点也不熟外面 真的非常好吃 扣好 破口 把太胆 倒入 放入 把状态 爬起来 颯定